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书时光。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忙里偷闲,给待产的儿媳杜文玲挑好了月子中心。 这家口碑很不错,我身边的朋友都推荐它,咱们就订这家吧。 他淡淡点头,嗯,看着挺好的。 我笑着说,是啊,这儿有专业的月扫、育儿师、营养师等, 还能做产后修复,服务很全面的。 做月子是女人的第二次新生,妈不够专业,所以把你送到这儿来, 你好好调养,一定要恢复好,可别像我当年一样,落下月子病。 杜文玲高兴得眼角眉梢都是笑,那我谢谢妈,还是您最疼我。 杜文玲随即签了合同,我痛快地付清了十万块的费用。 虽然有点贵,但是我心里是乐意的,毕竟这是多年来我家第一次添丁,眼瞅着就要当奶奶了,我心里真是高兴。 至于钱嘛,花出去了,咱再赚。 多年来,我们劳两口经营着一家物流公司,效益挺好,就是平时很忙。 自从前几年老伴去世后,我也渐渐把公司交给了儿子去打理,自己乐得清闲。 我是担心自己不能给儿媳伺候好月子,免得落下埋怨,所以才给她订了这家月子中心。 谁知道两家吃饭的时候,亲家母王慧芬知道了这事,立马表示反对。 去什么月子中心,就是有钱烧的。 儿媳解释,月子中心什么都安排妥当了,很方便,也很舒服。 再舒服,还能有家里舒服。 挣两个臭钱,就知道夏显摆,说着她还冲着我翻了俩白眼。 我虽然有些不高兴,但还强忍着给她解释,现在年轻人都讲究科学做月子,月子中心的服务人员都是考过资格证的。 他们很清楚该怎么照顾产妇和孩子。 王慧芬冷哼一声,他们懂。 难道我这个过来人,不比他们懂得多? 要我说,还不如把这钱给我,既能让亲妈照顾女儿,还能肥水不流外人田,两全其美。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放下手中的筷子,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王慧芬继续会声会色地描述着,在家坐月子多自在啊,我带大了两个孩子,轻车熟路地就能照顾好我外孙。 再说了,玲玲是我亲生女儿,我照顾她肯定面面俱到,比谁都贴心。 儿媳似乎被她妈说动心了,好像是这个道理。 我可不想节外生枝,于是赶紧阻拦。 你也辛苦大半辈子了,伺候月子这么累的活,就交给年轻人去做吧。 谁知道王慧芬阴阳怪气地说, 我可没你有福,不用给儿媳妇伺候月子,玲玲是我女儿,把她交给别人,我才不放心呢。 我女儿童语气不过,结果话查来,这么不放心,干嘛还要高价把女儿卖到我家来。 再说了,月子忠心的钱是我妈掏的,怎么不算是我妈伺候的。 你是亲妈,你想照顾女儿你尽管来,没人拦着你,怎么还好意思惦记那十万块钱呢? 见童语说话这么直接,儿媳面露不悦。 我妈可是长辈,你怎么跟她说话的? 王慧芬更是激动地站了起来,我女儿坐月子,哪有你这个黄毛丫头说话的法? 再说了,我伺候月子,拿几个工资怎么了?那是我劳动所得。 我听不下去,直接站了起来,我同家媳妇坐月子,如果她要想让我伺候,我可以退了月子忠心来照顾她。 但如果要让我花十万雇人,我肯定不会雇你,你不仅不专业,年龄还大,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可担待不起。 说完我冷着连走了,不想再跟王慧芬这个老貂婆纠缠。 王慧芬气得在我身后跳脚,是我女儿生孩子,月子的事儿她自己说了算,轮不到你做主。 我懒得再理她,边走边跟童语抱怨,抓只狗仔,还要看看母狗什么样呢? 你哥真是瞎了眼,会看上杜文玲。 女儿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表示赞同。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儿子童泽怎么就和杜文玲搅和在了一起。 当时我生病,让儿子接手了公司业务。 等三个月后,我康复回到公司的时候,杜文玲已经从前台变成了我的准儿媳。 童泽面无表情地告诉我, 妈,杜文玲已经怀孕两个月了,孩子是我的。 杜文玲羞答答地跟在童泽身后,张口就叫了一声妈。 这一声,惊得我差点就急复发。 怀上了就得认,肚子不等人,我迫于无奈,只好同意了他俩的婚事。 谁知道提亲的时候,杜家狮子大开口,彩礼要一百零一万,说是寓意百里挑一。 还要两百万的房,八十万的车,二十万的黄金。 更过分的是,没有赔价,八十万的车还必须在领挣钱买在杜文玲名下,婚后直接给杜文玲的弟弟开。 我听了这些条件,气得一言不发,这明显是把我们当成了冤大头,说是讹人都不过分。 倒是儿子童泽,难得硬气了一回,直接开口拒绝了。 我家是娶媳妇,不是扶贫。 这婚要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我就不结了。 至于肚子里的孩子,想生就生,不想生拉倒,真以为自己怀上隆重了吗?张口就讹人。 童泽的话激怒了杜文玲的弟弟杜天浩。 他一拍桌子,骂骂咧咧地站起来, 你小子想提库子不认账是吧?信不信我们告你强奸? 童泽转头盯着杜文玲,他低声啜泣着,一言不发。 咱俩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最清楚,我说过会对你负责,但不是对你全家负责。 说完童泽扭头就走。 我带着女儿也紧随其后,提亲的事就这样不欢而散。 婚事谈崩了,我打算给杜文玲一笔钱做补偿,让她把孩子拿掉。 可不知道儿子和杜文玲两个人怎么沟通的,竟瞒着我们去领了结婚证。 生米煮成熟饭,杜家找上门来,我只好给了他们五十万的彩礼,他们这才骂骂咧咧地走了。 这期间,我追问过很多次,他俩到底怎么回事,童泽都是阴沉着脸,一声不吭。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童泽是个书呆子,闷葫芦,杜文玲在前台干了多年,心眼多,怕是早就盯上了童泽。 我去治病的那几个月,正是杜文玲搞定童泽的好时机。 如今男婚女嫁,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只希望他们俩能好好过日子,再给我生个可爱的小孙孙,让我能寒衣弄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看着杜文玲生产在即,我以为安排好月子中心就可以放心了,谁知道又闹出了幺蛾子。 杜文玲生产的时候,胎位不正,需要剖妇产。 我在手术室外等得心急如焚,这时王慧芬提出给护士长送个红包。 这个护士长是我远房表妹,我塞个红包给她,好让她多照应这些。 我有些犹豫,红包应该塞给主刀医生跟麻醉师吧。 一听这话,王慧芬立马拉下脸来, 我女儿在里面为你们同家出生入死,你一个红包都舍不得出。 我都说了,护士长是我家自己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火烧眉毛的时候,我不想跟她纠缠,只好拿出五千块钱堵住她的嘴。 王慧芬一把夺过钱说,你在这儿守着,我去把钱给护士长。 两个小时后,终于等来了杜文玲顺利生产,母子平安的消息。 王慧芬得意地在我跟前摆功劳,看看,还是我的人脉厉害,不然哪能生得这么快? 我气得哭笑不得,当初我让杜文玲去私立医院建党。 杜文玲不肯,非要听她妈的,来几公立医院,理由就是这里有他们的熟人。 可这五千块钱的红包送出去,是不是熟人都能把事办了,还白白让王慧芬落得个人情? 我这心里真是憋屈。 生完孩子得住几天院,童泽就去找护士长商量,想协调一间单人病房给杜文玲。 谁知道护士长一副不耐烦的样子,现在没有单人间了,你们只能住普通病房。 三言两语间,童泽就和护士长争吵起来,我们好歹塞了五千块钱给你,比我们晚来的人都有单间住,我们怎么反而没有? 护士长听了,瞪大了眼睛,你血口喷人。 我什么时候拿你们钱了?是我丈母娘给你送的红包,你别不承认。 护士长听了,一把拽着童泽,就冲到了病房,质问道,王慧芬,你在楼道拦住我,说咱俩是远房亲戚,让我关照你女儿,这青天白日的,你什么时候给我塞钱了? 王慧芬被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忘了给你,你就是给我,我也不会要。 哪有你这么害人的,让你女婿以为我拿了钱不办事,幸亏你在这儿,不然我有口难辩。 王慧芬连连解释,我也赶紧替他道歉,护士长才气冲冲地走了。 事实摆在眼前,那五千块钱是被王慧芬私自给媚下了。 病房间的气氛变得十分尴尬。 杜汶玲眼泪汪汪地对我说,妈,你别生气,我妈也是穷怕了,才会这样。 因为她刚生完孩子,我不想让她操心,就安慰她说,没事,你好好休息,我不会跟你妈吵架的。 王慧芬却鼻子哼着气,我女儿可是你们同家的大功臣,投胎就是生了个儿子,我拿你们家五千块钱都是少的。 我不想搭理她,只是对杜汶玲说,你想吃点什么,我让小吴给你做。 杜汶玲说想喝鸡汤,我就出来给保姆小吴打电话安顿了一下。 打完电话,我只觉得心里堵得慌。 便一个人走到楼梯口站着,四下无人的时候,我才敢偷偷抹一抹眼泪。 抱上孙子,本该是件欢天喜地的事,可王慧芬处处卖弄心严子,见前眼开的模样真是让我心烦。 但这种情绪我又不好直接表现出来,一来杜汶玲身子还虚弱,不能激动。 二来,女儿同与是个直脾气,我要是压不住情绪,她肯定会跟王慧芬闹起来。 到时候又难以收场,还会被外人看了笑话。 想到这里,我打算再忍一忍,先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放到一边去。 我刚转身想回到病房,就看到女儿来找我了。 妈,你怎么了? 见我眼睛红肿,她便明白了几分,这王慧芬确实太过分了,我去找她把钱要回来。 我赶紧拦住她,妈不是心疼钱,我是心疼你哥。 你爸走了以后,我就想把你们兄妹俩抚养成人,看着你们成家立业,我的心也就踏实了。 可如今,你哥是结婚了,但看看杜家这些人,我真不知道他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 童雨安慰我,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别太担心了,我哥这么大了,他自己心里有数。 我苦笑道,让杜文玲未婚先孕,你觉得他能有什么数? 女儿也笑了,挽着我的胳膊朝病房走去。 杜文玲生了个小男孩,大眼睛,长睫毛,小嘴巴唧巴唧的,那模样像极了童泽小时候。 我们全家都把他爱得不行。 过几天就要出院了,我赶紧联系月子中心,打算安排儿媳出院救助月子中心。 谁知道月子中心的人却告诉我,我们之前预定的服务已经取消了。 当时我愣住了,什么叫取消了? 对方十分客气地说,上个月,您儿媳带着他妈妈来月子中心了,闹了很久,最后没办法,我们就只好退款了。 因为当初签合同的时候,签字人是您儿媳,所以退款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通知您,我们便把钱退给他了。 我无力地挂断电话,忍不住想,我这是造了什么孽,让他们娘俩玩得团团转。 童泽知道月子中心被退了,就质问杜文玲是为什么。 杜文玲低着头,小声地说,我妈说这钱给他八万就行,剩下的两万可以让我买个包。 童泽强忍着怒气,问道,你到底怎么想的,做月子能有买包重要吗? 你买包可以直说呀,怎么能把月子中心退了呢? 杜文玲低着头不说话了。 因为刚刚生完孩子,我不想看他俩吵架,便拦住了童泽。 眼下月子中心已经退了,你真的打算让你妈妈来伺候月子吗? 嗯,杜文玲低垂着眼眸硬了一声,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我只好叹口气,那好,就按照你说的办吧。 做月子的事,我已经和我妈说好了,您就别管了。 杜文玲的语气虽然柔柔弱弱,但话却硬气得很,即使我在替她着想,也比不上她的亲妈贴心。 婆婆终究不是妈呀。 如儿媳所愿,她的月子由亲妈来伺候。 谁知道刚过三天,王慧芬就按捺不住了,说自己胳膊疼,让我赶紧再找个月嫂来。 可临近年关,月嫂们要么手里有活,要么回家过年去了,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 找不到月嫂,你就自己来伺候。 孩子跟着你们姓童,你别想躲清闲,王慧芬没好气地说着。 童语气不过,跟她吵了起来,我妈花十万块钱,就是为了能让杜文玲得到更好的照顾。 谁知道你们娘俩见钱眼开,偷偷跑去退了钱,真是够小家子气的。 如今你把钱揣进了自己腰包,还敢冲着我妈发脾气,真是不要脸。 没伺候月子的本事,你就把钱还给我妈。 王慧芬不占礼,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要做铜鱼,被我一把拦下。 杜文玲见她妈要吃亏,立马挣扎着就要起身。 她哭哭啼啼地说,没人伺候我就算了,我回自己家去,免得在这儿爱你们的眼。 寒冬腊月的,要是让街坊邻居看见杜文玲生完孩子突然跑回娘家去,我们一家的脊梁骨都会被戳烂。 纵使万般不愿,我也不得不答应,来和王慧芬一起伺候月子。 谁知道,这竟然成了我噩梦的开始。 我虽然没伺候过月子,但也能看出王慧芬压根不是来伺候月子的。 她先是把做月子餐的活交给了保姆小吴。 小吴刚开始不乐意,我只好背地里说好给她加工资,她才把这活接下来,按时按点地给杜文玲做月子餐。 但王慧芬却瞧不上小吴做的各种营养餐。 这些饭却有少盐的,我女儿吃着就没胃口。 冰箱里那些大鱼大肉你不给她做,想留着给谁吃。 就没见过你这种懒骨头,怎么有脸拿工资。 你不能干就滚蛋,这个家里不养闲人。 从王慧芬身上,我也算是验证了一句话,为难底层人的,往往就是底层人。 面对保姆,她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好像自己成了当家主母,总想着把小吴好好调教一番,恨不得让她天天做满汉全席,才不觉得亏。 即使有我拦着,王慧芬也没少说难听话。 最后,小吴受不了,跟我提出了辞职。 我也不想看着她受气,杜文玲又在月子里,我又不好把王慧芬赶回家去。 只好跟小吴说好,这个月她先带心休息,等王慧芬走了她再回来照顾我们。 逼走了小吴,王慧芬这才装模作样地下厨给女儿做了几顿饭。 为了表示对女儿的关爱,王慧芬总是做些大鱼大肉给杜文玲吃。 先是飘着半碗油的牛肉汤,喝得杜文玲直犯恶心。 最后,杜文玲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推说自己饱了,结果王慧芬立马开始抹眼泪,是妈没用,伺候不好你,人家嫌弃我,你也跟着嫌弃我。 杜文玲为了证明自己没嫌弃她,硬是憋着气把那碗汤喝完了。 我好言相劝,跟王慧芬说产妇不能吃得太油腻,可她压根不听,还骂我是恶婆婆。 你就是想趁机拿捏我闺女,不让她吃这些,她哪来的奶水喂你孙子? 你个死老婆子,坏得很,难不成想要我女儿顿顿吃南瓜吗? 明明杜文玲自己也嫌油腻,吃不下去,可见我跟她妈争吵,她却是一声不吭。 我见状也含了心,什么肉我都买得起,只要杜文玲自己愿意,那就随她娘俩去吧。 第二天,王慧芬得意洋洋地瞥了我一眼,又煮了一截洋脖子给杜文玲吃。 我看着那油腻腻的羊肉都没胃口,更何况是产妇呢? 果然,杜文玲吃了两口就不想吃了,可王慧芬一个劲地劝她,多吃点,多吃点才能恢复好。 杜文玲便硬着头皮又吃了半盘肉,吃完肉她又自己找了健胃消食片来吃。 我忍不住叹息,真是自己找罪受,好好的月子忠心不去,非得让强势的妈来照顾她。 真不知道她是哪根筋搭错了。 当天晚上,杜文玲就堵奶了。 大半夜,她疼得呻吟不止,我进去一看,她的胸部已经肿得像石头一样硬了。 我赶紧让童雨拿毛巾给她热敷,见杜文玲疼得脸色惨白,浑身是汗,便又催促童泽立马开车去接通乳师。 我自己则抱着哭成泪人的小宝宝,急得团团转。 家里乱成一锅粥,王慧芬却又开始作妖了。 王慧芬先是指责童雨,说她买的食材不好,肉太肥了,杜文玲吃了才会毒奶。 童雨也没惯着她,立马回对,你可别想让我背锅,都说了产妇不能吃得太油腻,你非要把牛羊肉做给她吃,还不撇油,明明都是你的错。 事实面前无法狡辩,她又把矛头对准了我,你也是当奶奶的人了,连个月子都不会伺候,你跟孩子数相不合,你就不该抱她。 说着,她就把孩子从我怀里抢了去,你属兔,宝宝属龙,你磕她,以后离我外孙远些。 我顿时愣住了,这些日子,我只要有时间就守在这里,我出钱出力出人,如今却被扣上一顶磕孙子的帽子,这让我怎么受得了? 我气到浑身颤抖,王慧芬,跑到我家来作威作福,你真当我好欺负是吗?人穷至不能短,你倒好,为了占几万块钱的便宜,能把月子忠心退了,让自己女儿在这儿遭罪? 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女儿好,真是豁着这张老脸不要。 王慧芬口无遮拦地骂道,你不就有两个臭钱吗?你在我跟前高贵什么?你就是扫把星,克死你男人,现在又来克我女儿和外孙,你个老寡妇。 啪!啪!两声,我的耳光清脆地甩在了王慧芬脸上。 我认你已经很久了,你现在立马滚回自己家去,我气愤地说道,揪住他钢丝球一样的卷发,朝门外扯去。 童语趁机把孩子抱在了自己怀里。 王慧芬这个干巴巴的老婆子,在我手里就像只扑愣愣的母鸡,挣扎不拖。 女儿啊,你快来救救我呀,他们娘俩要打死我呀。 王慧芬鬼哭狼嚎地叫着,杜文玲挣扎着要下床阻拦,一时间家里变得比菜市场还要热闹。 童则带着通乳师赶来的时候,我刚好把王慧芬拽到了门口。 她正扯着嗓子骂,老寡妇带着小寡妇欺负人了。 我不活了。 童则打开门,眼神像刀子一样看向王慧芬,吓得她顿时闭上了嘴。 你骂谁是寡妇? 我妹妹还没结婚呢,你怎么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 我妈千辛万苦,带大我们兄妹俩,你凭什么这么骂她? 童则带着怒气一声声质问,恨不得下一秒就要掐死她。 王慧芬顿时没了脾气,贼眉鼠眼地看着杜文玲,等她替自己说话。 杜文玲强撑着说,你们先别吵了,我都快疼死了。 经过通乳师专专业的按摩和处理,杜文玲的奶水终于通畅了。 看着她不再难受,我也暗暗放心了,开始跟童则商量正事。 再这么折腾下去,大人孩子都受不了。 你丈母娘来了这么久,也该回家看看了。 我的话算是给王慧芬留了情面,但她却不识好歹,硬凑了上来。 想赶我走,没门。 我走了,你们肯定会趁机欺负我女儿的。 我还就明说了,这孩子上小学之前,我就住这儿不走了。 等出了月子,玲玲她爸和天昊都会搬进来,我们一家人要整整齐齐地住在这儿。 我听了直接呆住,请神荣誉送神男,他们一家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 这婚房是几年前我全款买的,王慧芬借着伺候月子的由头,竟然要带着一家老小明晃晃地住进来。 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太窝囊了。 童则被气得咬牙切齿,他转身问杜文玲,你真是这么打算的。 杜文玲只是抹眼泪,并不说话。 童则接着说,我问你最后一遍,这个月子,非让你妈伺候是不是? 杜文玲哭着求他。 童则,所有亲戚都知道,我妈来给我伺候月子,如果她中途回去,肯定会被人说闲话的。 就当我求你,让她在这儿待着吧。 大不了,以后让你妈给我做饭吃。 你听听这话,好像同意让我给她做饭,是儿媳妇对我的恩赐。 童则见杜文玲还是不死心,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不想让她为难,便点头答应了,行,我来做饭,先把月子熬出去再说吧。 童则气愤地对杜文玲说,你不用求我,是你做月子,不是我,你要觉得这样舒服,你就继续让你妈待着吧。 她说完,便赌气去了客房睡。 我也默默回到了卧室,这一晚上,注定大家都睡不好。 我照着书本和各种视频,开始给杜文玲做月子餐,毕竟她吃得健康,奶水才会有营养。 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确实更关心小孙子吃得好不好。 儿媳拿我当外人,我也没法把她视如己出,她的一切,我自认为尽心就好。 见我每天六顿饭,荤素搭配着做饭,却被王慧芬疯狂挑刺。 玲玲身上有伤口,谁让你给她吃鱼的? 我解释,这是黑鱼,大夫说吃了伤口愈合得快。 她转身出了厨房,下一顿饭接着找茶。 这母鸡一看就不够老,你明天去趟郊区,亲自到农户家里抓一只来,必须是三年以上的老母鸡才行。 你会不会伺候人,白酌虾闷得时间这么短,病毒都没啥干净,能给我女儿吃吗? 我能忍则忍着,想着再坚持十来天,也就出月子了。 谁知道王慧芬变本加厉,更加无理取闹起来。 六顿饭我女儿吃不饱,她得少食多餐,你以后每两小时给她做一次饭。 还有,玲玲不吃葱花,但汤里必须要有葱味儿,你把葱花放进去一分钟,等味道出来了再一粒粒剪出去。 她没完没了地找茶,像锦箍咒一样让我头疼。 我多次看向杜文玲,想让她管管自己为非作歹的妈,可她始终无动于衷,好像这些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 她们娘俩拿我不当人,我又何必做见自己? 一不做二不休,我直接将汤碗扣在了王慧芬的脑袋上。 拿钱办事,你女儿我伺候不了,你既然赖着不走,就由你来伺候她,哪怕你一天给她吃二十顿饭呢,也跟我没关系。 你想得美。 王慧芬刚想扯着嗓子喊,我便一菜刀剁在了菜板上。 反正我也活够了,你再敢多说一句,我就剁了你,咱俩一块死,就当还孩子们一个清静。 也许是我的眼神怒不可遏,王慧芬终于舍得闭嘴了。 我摘下围裙,摔在地上,静止走出了厨房。 杜文玲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一声不吭。 去他妈的,我又不是他的保姆,我尽心尽力照顾他,他却联合王慧芬折腾我,还是受得罪太少了。 这是我第一次对杜文玲很下心来。 虽然喜欢宝宝,我能抱他的机会却是少之又少。 杜文玲刚生完孩子,可能是受激素水平的影响,他对孩子的事非常敏感。 我只要多抱一会儿,他就会拉着脸把孩子抱走。 我看他晚上喂奶辛苦,便提出夜里把孩子抱到我房间睡,需要喂奶的时候,我再抱过来。 结果他听了,直接在饭桌上哭出声来。 孩子是我生的,你为什么总要跟我抢孩子? 我才是他的亲妈,你别想代替我的位置。 我一时语色,急着要解释,却被王慧芬嘲笑道,你这么喜欢抢孩子,干脆自己找个野老头再生一个呗。 我气得胸口疼,也就不再那么积极地去抱孩子了。 王慧芬见我吃瘪,得意极了,时常抱着孩子在我眼前晃悠。 哎呦呦,瞧瞧我的小外孙,长得真像我们杜家人。 姥姥最疼宝宝了,宝宝以后只跟姥姥亲啊。 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话我藏在心里,都没给童泽和童语说。 谁能想到,我的忍让却害了我的小孙子。 杜文灵的奶水渐渐不够吃了,宝宝得混合喂养。 因为月灵还小,我就给宝宝用了小号的奶嘴。 结果被王慧芬看到了,他便嫌弃我小气,说我是故意要饿着宝宝。 我给他看了不同奶嘴的使用月灵,他却不屑一顾地撇撇嘴。 他抢过奶瓶,要自己给宝宝喂奶,我只好去洗衣服了。 谁知当我洗完衣服,就听到他嘴里在念叨着。 我们宝宝可厉害了,才不用小奶嘴呢? 还是姥姥最疼你,哪像你奶奶,连奶粉都不舍得让你大口吃。 我听着这话不对劲,便抢过奶瓶一看,他果然给宝宝换上了大号的奶嘴。 我立马检查宝宝的情况,却发现宝宝已经没了动静。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杜文灵就开始指责我了。 给你说了多少次,孩子的事由我妈呢,不用你操心。 我颤抖着给了他一巴掌,怒吼道,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孩子已经没气了呀。 杜文灵一个机灵,抢过孩子一探鼻息,顿时愣住了。 随即他便开始嚎啕大哭,我强忍着悲痛,叫来了救护车。 童泽和童鱼赶到的时候,我已经哭得腿软,瘫倒在地。 杜文灵神情呆滞地靠着墙,王慧芬则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 孩子怎么了?童泽急着问,却没人能给他答案。 直到医生走出来,满脸遗憾地说,我们已经尽力抢救了。 但孩子送来的时候,就已经停止呼吸了。 枪劲肺部的奶液太多了,请节哀。 童泽脸色煞白,过了好久才缓过神来,一把抓住医生的手,求求你,救救我孩子。 一定还有希望的,继续抢救啊。 医生摇摇头,挣脱了他的手。 我泪如雨下,看着童泽瘫倒在地,却无能无力。 过了许久,他突然问道,好端端的,宝宝怎么会呛奶。 王慧芬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我强撑着起身,指着王慧芬,是你,是你要给宝宝喂奶粉,嫌我拿的奶嘴太小,偷偷给换了大号奶嘴。 是你害死了宝宝。 听到我这么说,王慧芬还要狡辩,不怪我。 都是你这个扫把星,跟孩子属相不和,把他克死了。 你就是扫把星,克死你男人,又克死了孙子。 童泽听不下去,冲上前就掐住了他的脖子。 贱人,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我要让你偿命。 男人手劲儿大,王慧芬被掐得满脸通红,喘不过起来。 我怕闹出人命来,便和童羽拼命拽住了他。 这时,杜文玲突然哭着抱住了童泽的腿,不怨别人,都怨我,是我不该让我妈来伺候月子啊。 你放了我妈,你掐死我吧,让我给孩子偿命。 杜文玲哭得撕心裂肺,童泽痛苦地闭上眼睛,松开了手。 他缓缓地说道,离婚吧。 杜文玲不同意离婚。 他说自己已经失去了孩子,不能再失去童泽。 但童泽态度坚决,非要离婚不可。 我私下问他,你想好了? 想好了。 我叹气,既然这样,当初为什么非要娶他呢? 当初是我喝醉酒,一个人睡在了办公室,他自己半夜开门进来了。 后来,后来他就怀孕了。 他说我必须负责,否则就把孩子打了,送到公司门口来。 我不想影响公司生育,就同意和他结婚。 谁知道提亲的时候他家要那么多钱和东西,我就想豁出去,随他闹吧。 结果他又说自己也是被逼的,他并不想要这么多彩礼,所以就拉着我偷偷领了证。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叹息,你真是白上这么多年血呀,就这么被杜文玲牵着鼻子走。 童泽眼面痛哭,却无力改变眼前的事实。 只可怜宝宝,出生还不到一个月,就这么。 我因为伤心过度,心脏病发,住进了医院。 童泽再次跟杜文玲提出离婚。 刚开始,杜家死活不同意,童泽便直接翻了脸。 要么痛痛快快地离婚,要么我就告王慧芬过失杀人,让他坐牢。 王慧芬还想嘴硬,却被杜天昊拉到一边,两个人嘀嘀咕咕半天,最后王慧芬的态度就变了。 离婚就离婚,没了你这坨狗屎我照样能种菜。 赶紧离,立马离,谁不离谁是孙子。 杜文玲这时候哭着说,不,我不离婚。 王慧芬伸手揪住她的耳朵,人家都不要你了,你死赖着干什么?少给我丢脸。 杜天昊也劝她,姐你放心,离了童泽,你还有我们呢? 趁着杜文玲犹豫的功夫,王慧芬钻进童泽卧室,把杜文玲的奢侈品和金首饰一个劲地往行李相塞。 就连我给他们买的几套高档床品都没放过,全被她打包带走了。 尽管杜文玲心里千百个不愿意,还是在她家人的劝说下,跟童泽办了离婚手续。 因为童泽的房子和车都是婚前买的,除了杜文玲带走的那些东西,以及她的私房钱,也没什么好分割的。 就这样,宝宝走后的第一个月,童泽离婚了。 因为心中烦闷,我就去楼下散步,这时我的闺蜜崔岩打来了电话。 你在哪儿呢?赶紧到王慧芬家的小区来。 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了? 你先打车,坐到车上,我再跟你细说。 崔岩是个急脾气,我没再追问,先听她的,拦了一辆出租车。 原来是崔岩路过那里,正好听到王慧芬在给广场舞大妈们造谣,说我月子里苛待杜文玲,只给吃素,不给满肉。 因为吃得太差,杜文玲才没了奶水,孩子才会被奶粉枪死。 说到这里我已经听不下去了,崔岩还在不停给我复述着她听到的一切。 她还说,你们家快穷死了,欠了几百万的债,里里外外,把你们说成了一泡狗屎。 我告诉你啊,你必须得当面对质,不然根本没法辟谣。 谣言要是传出去,你家童泽,童语还怎么成家找对象。 崔岩说的有道理,离婚后既然要恶语重伤,那就得立马反击回去。 我虽然老了,但我的两个孩子还年轻,他们还得挺起胸膛做人呢。 我赶到的时候,王慧芬正在一群大妈中抹着眼泪。 崔岩冲我招招手,我一看,她身边赫然站着七八个我们舞蹈队的姐妹。 我心里很是感动,他们知道我不如王慧芬能说会道,这是给我助阵来了。 见我感到,崔岩立马开战了,大家可不能光听一面之词,杜文玲的婆婆也在这里,不如让她也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到我在这里,王慧芬立马收住眼泪,四下张望起来,跟我目光对视的那一刻,我压制不住心中的愤怒,破口大骂。 王慧芬,你个老不死的,造谣不怕口舌生疮吗? 我前脚花十万订了月子中心,你后脚就去把钱退到了自己腰包,你要是活不起了,就去死。 你给你女儿出不完的坏主意,把我家保姆都逼走了,还要作威作福,你吃拿卡药,从我家薅走了多少钱? 要不是你偷换了我孙子的奶嘴,孩子怎么会被枪死? 你一点愧疚都没有,不怕我孙子半夜找你算账吗? 围观的人听我这么说,也议论起来了,十万块钱的月子中心,这婆婆够大方的呀。 可不是吗?我听说她女儿是未婚先孕,要了五十万彩礼才嫁过去的。 这王慧芬也不是个东西,咋有脸跑去退钱,还把钱揣进自己腰包,真是丢死人了。 王慧芬见我疯了似的开骂,周围人也越说越难听,转身就打算开溜,结果却被催颜几个人给堵住了。 你不是说得起劲吗?干嘛要走啊? 接着说,让大家伙都看看你们一家是怎么吃人不吐骨头的。 是啊,慧芬,你把话说清楚再走吗? 她的邻居也开始起哄。 刚刚还是受害人的她,这会儿立马原形毕露了,她低下头一边推嗓着,一边朝外挤去,最后落荒而逃。 大骂一场,也算是出了一口窝囊气,我心里畅快多了。 说清楚了事情原委,也算是把对儿女们的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人群散去,我招呼着几位姐妹一起去吃饭。 经过这一架,我也明白了人得往前走,烂人脏势才会被甩在身后。 你越勇敢,坏人越心虚。 这天童雨从外面回来,就一直闷闷不乐的。 我见她心情不好,便追问这是怎么了? 她叹了口气对我说,我今天看见杜文玲了。 怎么,你跟她吵架了,我担心起来。 没有,我就是看见她在商城当导购,脸色很不好,病奄奄的。 孩子还没满月就出事了,她这个月子做得也是乱七八糟,肯定恢复得不好。 童雨接着说,我刚要走,就看见她弟过去了,拉着她要钱。 她说自己没钱,她弟就缠着店里的主管,说是要提前预知杜文玲的工资。 如果是我,我肯定觉得丢脸死了,以后怎么在那工作。 可杜文玲竟然帮着她弟说话,也说要预知工资。 我听了无话可说,王慧芬一家真是吃人不吐骨头,可怕的是,他们连自己女儿都不肯放过。 妈,你说杜文玲为什么这么傻,她看不出来这一家人都在利用她,伤害她吗? 她怎么就这么听她妈的话? 我见童雨还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安慰道,你别生气了,人很难割舍下原生家庭。 她从小生活在父母的价值体系中,很多事都是父母打着为她着想的幌子进行的。 她心里也是难受,矛盾的。 承认父母不爱自己很难,离开不爱自己的父母更难,很多时候,人往往会想证明给父母看,自己是优秀的,值得被爱的。 童雨窝倒在沙发上,难道这种情况下,就真的没有出路了吗? 有,被逼急了才会下定决心,那时就会有出路。 没过多久,家里的平静再次被杜家人打破了。 先是杜文灵敲开了家门,她满脸是伤,哭着抱住童泽。 童泽,我舍不得你,我们复婚吧,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 童泽冷漠地将她推开,不可能了,我和你结婚就是因为孩子,因为责任,我根本不爱你。 杜文灵还不死心,又冲过来拉住我的胳膊。 妈,求求你劝劝童泽,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话,我一定好好孝顺你。 我叹了口气,你和童泽走到这一步,终究是没有缘分,别再折腾了,好聚好散吧。 杜文灵还要说些什么,她的父母弟弟就已经赶了过来。 王慧芬一把扯住她的胳膊,边拽边骂,你在乱跑,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你跟童家已经没关系了,乖乖跟我回家,明天立马去领证。 杜家两个男人嘴里也不甘不敬地骂着,威胁我们少缠着杜文灵,并上前要将她拖走。 杜文灵痛苦地喊着,我不要,我不要嫁给那个老光棍。 我听了这话十分震惊,杜文灵刚刚没了孩子,离婚还不到两三个月,杜家竟然又逼着她嫁人。 我想上前阻拦,却被童雨一把拽住,她冲我摇摇头,你管不了的。 是啊,我管不了这些,一阵无力感压在了我心头。 杜文灵还在做最后的挣扎,童则,你就救我,你和我复婚,他们就不能逼我领证了。 杜天好气地直骂,你别做梦了,复婚可没有彩礼,老光棍那二十万的彩礼必须拿到手。 见他们推推嗓嗓地出了门,童雨立即拿起电话报了警,说有人强迫妇女意志,买卖妇女。 只希望警察能帮得了杜文灵。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没多久,我们便再次听到了杜文灵的消息。 警察曾去她家调查,却找不出她们买卖妇女的证据,只能当成家庭纠纷,进行了调解和教育。 但警察走的第二天,杜文灵的父母便逼着她跟那个老光棍去领结婚证。 杜文灵也突然想通了,没有再闹堂,她换上了漂亮衣服,乖乖去了民政局。 领完证的杜文灵,提出要回家吃饭庆祝,老光棍就买了很多菜去她家。 一顿饭吃完,杜家四口和老光棍全都中毒身亡,死在了家里。 被人发现的时候,尸体都臭了。 原来杜文灵见拗不过父母,便早早做好了打算。 她提前买了鼠毒墙,掺进了饭菜里,就这样跟父母兄弟同归于尽了。 听到这个消息,家里再次陷入了沉默。 没人希望杜文灵经历这些痛苦。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我确实不喜欢杜文灵, 但我真心希望她来生能遇到好的家庭, 受到好的教育,懂得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 下面给大家讲述第二篇故事。 我用石头砸碎车窗,救了驾车坠河的舅舅。 可舅舅却怪我在砸车窗时,不小心刮坏了他的车身, 要我家赔偿他二十万的修车费。 外婆更是语出惊人。 打开车门就能逃的事儿,谁让你手剑砸车窗了? 我看你家就该赔一辆新车给你舅舅。 我妈当场回对舅舅。 要没真真救你,等你淹死了,别说二十万, 烧几百辆车给你都行。 索赔遭拒,舅舅恼羞成怒开着货车, 将我一家连人带车撞进了河里。 不赔,那我就让你们也尝尝车被人弄坏了的滋味。 父母惨死,我在医院急救。 可外婆却把我的救命钱都给了舅舅。 你父母就算死了,该赔的车还是得赔。 我在病床上含恨而终时,舅舅在4S店里洗提了新车。 在睁眼,面对河中急速下沉的车。 这次我倒要看看,昏迷的舅舅要怎么打开车门逃生。 我被舅舅驾车坠河的巨响给唤醒了。 一睁眼,就看见车冲到了河中央。 河水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舅舅的车身, 车厢内渗入的水也在请客间淹没了大半的座椅。 可即使腿都泡进了水里, 驾驶位上的舅舅却还是趴在安全气囊上, 纹丝不动。 若无营救,昏迷的舅舅将会在5分钟内和车一起沉入河底。 上一世见此情况, 我想也没想, 就在桥上捡起石头朝着落水车的车窗砸去。 只因我知道, 车辆一旦落水, 车窗和车门都会无法打开, 想要逃生必须在第一时间打碎车窗。 可是没想到就是这常识性的举动, 却为我一家三口带来了灭顶之灾。 舅舅在通过我砸碎的车窗成功逃生后, 却一句感谢的话都没说, 反而怪我在砸车窗时没有瞄准, 在他车身上留下了三个硬币大小的浅坑。 我跟他解释, 是车在河里一直飘动, 自己才会不小心砸到车身。 可他就是不依不饶, 还向我父母索要修车费。 我这刚提的宝马车就被你女儿给砸了, 亲兄弟名算账, 你们得赔我二十万才行。 我父母说这是舅舅恩将仇报, 可舅舅却觉得没有我, 他也能获救。 那么多逃生办法, 谁说一定要从车窗逃了? 说不定别人救我, 连车窗都不需要砸。 天你女儿非要自作聪明毁了我的车窗, 害得我还要多花一万块修车窗。 我都够人之意尽了, 要不然这车窗的钱你们也得赔我。 听说修车窗还要舅舅多花钱, 外婆责骂起我。 你这死丫头就是手剑, 打开车门就能逃的事儿, 谁让你砸车了? 接着外婆就要求我妈赔偿舅舅一辆新车。 你弟弟好好一个车, 被你女儿砸得千疮百孔, 你要是敢不赔, 我以后就当没有你这个孩子。 以往母亲对舅舅和外婆都是有求必应, 但这次看着越来越狮子大口的二人。 母亲幡然醒悟, 坚定地拒绝了赔偿。 珍珍她没有做错任何事儿, 我们更不会为此赔一分钱。 索赔遭拒, 舅舅便把大门一锁, 打算动手抢钱。 这行为彻底激怒了我爸妈, 于是他们警告舅舅再不放我们走。 他们就报警举报舅舅是醉酒驾车坠河, 还会上诉让舅舅归还这些年从我家里借走的十几万元。 见爸妈搬出警察, 舅舅才不情愿地放了我们离开。 可我们刚驱车到附近的桥上, 舅舅就又开着货车追来了上来, 将我家车顶翻进了河里。 不赔钱可以, 那我就让你们也尝尝车被人弄坏了的滋味。 父母当场溺亡, 而我则脑损伤严重, 被送入了ICU急救。 得知消息, 父母的朋友和公司都紧急送了钱到医院来。 外婆答应了他们一定会全力救治我, 转头就签了放弃抢救同意书。 他将钱都给了舅舅买车, 还将我父母火化, 并对外谎称我父母是醉酒驾车坠河。 我在病床上痛苦万分时, 外婆还在一旁安慰着舅舅。 别自责了, 他们的死跟你没关系, 这要怪就怪他们作孽太多。 你看, 同样是开车坠河, 你就好好的一点事没有, 他们一家却死了个干净。 这不是报应是什么? 好一个报应。 想到此, 我紧紧地攥起了拳头, 希望这一世外婆在看到舅舅的尸体时, 还能轻飘飘地说一句是报应吧。 汽车坠河的巨响, 自然也引起了村民的注意。 可直到过去了快一分钟, 才有人颤巍巍地走到了河边, 随即响起了几个苍老的声音, 我没听错吧? 好像是有车落水了。 让我把老花镜带上看看。 哎哟, 还真是有辆车, 得打电话报警。 嗯, 我手机放哪去了? 看到老头老太太们 一个个慢悠悠地身上找起了手机, 我差点笑出了声。 上一世舅舅在岸上醒来时, 警察和消防队都赶到了, 他才会以为有很多人能够营救自己。 殊不知, 上一世之所以会轮到我一个小孩 砸车窗救他, 就是因为第一时间赶到河边的人, 都是老人和还在穿着开裆裤的儿童。 外婆所住的村子, 青壮年几乎都去了外地打工, 村子里遍地都是留守在家的老年人和小孩。 这些人数虽多, 但基本都没有营救舅舅的能力。 看着河边的老年和小孩逐渐越聚越多, 我眯着眼睛看仔细地盯着人群。 很快, 我所期待的那个人就出现了。 外婆在一众老太太中身姿矫健地挤到了最前面, 她伸长了脖子朝着和中央的望去。 我也赶忙竖起耳朵等待着外婆的反应。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外婆在看清河里的车后竟插着腰笑出了声。 哈哈, 真是活该, 敢在村里开快车, 淹死你个王八蛋。 这下我傻了, 围观的人也傻了。 人杰他娘,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这车里的人跟你有仇啊? 对啊, 你认识这辆车吗? 见附近的村民都不认得合理的车。 我立刻想起来, 舅舅上一世一直在说这是他新提的宝马车。 当时我以为是他刚买不久, 但现在来看, 这就是舅舅第一次开这辆车回村。 以至于连外婆整个亲妈都不知道合理的是自己儿子的车。 外婆愤愤地跟村民们说, 不认识, 但这个车刚刚在路上差点撞到我, 要不是我躲得快, 现在都没命在这里跟你们说话了。 外婆指着身上, 你们看看。 为了躲她, 我还在地上滚了一圈, 衣服都给弄成什么样了? 外婆出门时穿的是我妈今天带回来的新衣服。 那本是见浅蓝色的外衫, 如今沾满了泥土, 乍一看都有点像是棕色的了。 看着外婆的衣服, 我一拍脑袋, 想起了另一件事。 上一世舅舅在清醒后, 还曾说过自己要去找一个蓝衣服的老太太算账。 她说自己之所以会开车坠河, 全怪那个老太太在她要经过时, 忽然窜到了她车前面, 将她吓得慌了神, 才将车开进了河里。 没想到啊, 真是没想到。 原来舅舅差点撞到的人就是外婆。 我上一世光顾着旧人, 竟将岸边的好戏都给错过了。 越来越好奇, 当外婆看到车里的人是舅舅时会适合表情了。 不知为何, 听说了外婆差点被车撞这样的大的事, 围观的老人却没有一个人回应她。 一晃时间又过去了一分多钟, 周围的小孩跑了一大圈, 才终于叫出来了两个中年人。 他们一看到河里有车, 就立马讨论着该如何施救, 还询问老人们。 报警电话打了吗? 110、112、119都要打了。 快拍照, 发到村群里, 让大家认一认这到底是谁家的车。 快叫他们家里人来。 你们谁家有衬手的东西, 我们待会儿得把车窗先砸了。 看到有人指挥, 老人们这才有了主心骨, 纷纷配合起来, 拍照的拍照, 打电话的打电话, 还有几人拄着拐杖, 回家翻箱倒柜。 看到村民们把自己当空气, 却对别人的话奉若圣旨, 外婆十分不爽地找起存在感来。 看给把你们急的, 待会儿尸体捞上了, 再让他家里人来任, 也不迟啊。 外婆平日嘴就毒, 这会更是因为差点被撞到, 而开启了诅咒模式。 人结他娘, 这人还没死呢? 你可嘴上积点得吧。 对呀对呀, 这都过去救呢。 外婆来尽了, 跟众人辩论起来。 照他这样子开车, 就算今天不淹死, 迟早也会再出事。 他这次是没撞到我, 万一以后撞到别人呢? 你们这不成救了个杀人犯吗? 不知道别人听了这话是什么感觉, 反正我听了后背直冒冷汗。 不过现在村民都比我这个看客要忙多了, 他们根本没空跟外婆辩论。 那两个中年人已经拖得金光跳进了水里, 老人们也拿着找好的东西递给他们。 你们看这个砸车窗行步, 这是游泳圈你们带上。 安全点。 在繁忙的人群, 只有外婆和我一样闲。 他一屁股坐在了岸边的石凳上, 翘着二郎腿, 对着下水的人泼起了冷水。 哟! 你们可真不怕死啊! 这条河里淹死过那么多人, 你们也敢下水, 就不怕下去人没救着, 还被抓了交替了。 这句话, 让后来的几个想下水帮忙的初中生, 也有了几分犹豫。 毕竟这条河, 河流湍急, 有时还会有漩涡, 人一卷进去就不出来了。 而且现在正是农历七月, 抓交替一词一出, 迷信的老人们更是不舍得自己的孙儿下河了。 走走走, 回家去, 这不是你能下去救的事儿。 见到外婆搅和的, 都有人不敢去救了, 村东头的李奶奶忍不住了。 你别说了行不行, 这是一条人命啊,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淹死吗? 你家人杰平常, 也开车呀, 万一遇见这事儿了, 你就希望大家都见死不救吗? 听了这话, 外婆急得一蹦三尺高, 冲上去就拽住了李奶奶的头发。 老太婆, 你敢咒我家人杰淹死?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丢河里? 那李奶奶的儿子就是刚刚入水的中年人之一。 她本来都游出两米了, 听见背后传来喊叫, 一回头看见外婆薅着自己母亲往水里推, 只得又紧急掉头回了岸上。 看到下水的人又上了岸, 本来还有打算下水的人又都停下了手里动作。 怎么了? 水里有什么东西吗? 这一下大家救人的气又泄下去不少。 本来众志成城救人时, 凭的就是一股气才能让人团结协作。 上一世, 我在桥上丢石头, 岸边的人也都见到了。 那时就有很多人为我打气, 喊叫和加油声混杂在一起, 拥有极其鼓舞人心的力量。 当人们看到一个小孩都为了救人如此努力时, 作为大人更是不甘落后, 才都全神贯注地朝着舅舅的车游去。 特别是在看到我砸碎车窗, 舅舅也从昏迷中惊醒, 从而逃出车内后, 他们更是加速游到车边, 接住了不会游泳的舅舅。 毕竟, 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你眼前需要帮助时, 你根本就难有时间犹豫。 但此刻没有我砸车窗的带动, 再加上外婆散播恐慌, 舅舅更是趴在车里一动不动。 很多人都打起了退堂鼓。 我看这个人好像已经死了。 要不然咱们别过去了吧。 还有人害怕地说, 河里有个黑影。 见此场面, 我都想给外婆鼓掌了。 本来我都已经在计划, 若是这些人真游得快了, 我要做些什么阻止他们。 但现在来看, 舅舅仅剩的那点活路, 都被外婆给堵了个七七八八了。 在低头一看, 那辆宝马车里的水, 已经漫到了舅舅的腰部。 整个车子, 大半的车头, 也都扎进了水里, 车尾越翘越高, 都有点像泰坦尼克号沉船时的船尾了。 可岸上外婆还浑然不觉, 自己的儿子就要先试, 仍在那羽人巴喽, 手指都戳到了李奶奶儿子的脸上了。 你敢动我一个手指试试, 等我家人杰来了, 还不收拾死你。 舅舅在村里没事就偷鸡逗狗, 属于那种不吓人, 但一旦惹上了, 就很烦人地混混。 所以, 听到舅舅的名字时, 李奶奶还是有点害怕了。 可她还没来及拉着自己的儿子后退, 就忽然被一个小孩, 下黑手推了一把, 整人跌坐在了地上。 哼, 老太婆, 你敢跟我奶奶吵架? 等会儿我爸爸来了, 开着大宝马撞死你。 小黑手的主人, 是我舅舅的儿子李浩天。 他推完李奶奶, 一溜烟似地窜到了外婆身后。 外婆看见孙子眼睛一亮。 乖孙, 你刚刚说啥? 你爸开着什么回来了? 李浩天骄傲地大声说。 宝马, 奶奶, 我爸打电话说他开着宝马 在村里找你呢? 要把你接上, 坐着宝马去兜风呢? 外婆大喜过望。 死老婆子, 你还咒我儿子出事呢? 没想到吧, 我儿子开上宝马了。 嫉妒吧? 眼红吧? 你跟你的废物儿子 这辈子都坐不上宝马。 外婆说吧, 潇洒地拉上了李浩天。 走乖孙, 去路那边等你爸爸。 咱离这些人远点, 省得了沾了晦气。 另一边, 河里唯一还在水里的那个中年人 游到车附近。 比较近距离地看清了车的样貌后, 那人对着岸上大喊, 这是辆宝马X1。 岸边的人议论, 宝马? 没听说咱村里谁家有宝马呀? 有人小声地提醒道, 刚刚郭老太的孙子不是说他爸爸开了辆宝马回来吗? 听见这话, 外婆本来要离开的身形一顿。 舅舅的儿子李浩天也发觉了不对。 奶奶, 爸爸不接电话了。 李浩天抱着手机左右滑拉着, 忽然他像是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双手一松, 手机啪一下掉在了地上。 手机屏幕咔嚓一声碎了, 但一向爱惜手机的李浩天, 却还是定在哪里一动不动, 只是嘴里重复地叫着。 奶奶, 奶奶, 宝马车, 宝马车, 爸爸的宝马车。 奶奶扣住了李浩天的双肩。 乖孙, 你这是怎么了? 李浩天磕巴地说着, 手机上爸爸的车跟合理的一样。 文生外婆像鹰抓一样迅速地捡起了地上的手机, 上面赫然显示着舅舅最新的朋友圈。 那是一个配文为新车上路, 顺风顺水的九宫格朋友圈。 照片上面从八个不同角度地拍摄了那辆宝马, 乔诈SQM22的样子, 最中央是舅舅和宝马车的合照。 外婆翻看着宝马车的图片, 手越看越陡。 在外婆待看时, 李浩天朝着河的方向猛跑了两步, 中途被石头绊倒一下跪在了地上。 再抬头她已是满脸的泪水。 爸爸, 你快起来呀! 爸爸! 下一刻, 我连个影都没看到, 只听见扑通一声。 再睁眼, 外婆就在河里了。 外婆拼扑通着浑浊的河水, 声嘶力竭地叫着。 儿啊! 我弟儿啊! 啊呀! 见此周围的老人, 只得指挥自己的孙子快下水去拉住外婆。 有两个年纪大些的黄毛, 只得不情不愿地跳入水中拽住了外婆。 老人们也在岸上劝着, 别别, 你一把年纪了, 游不过去的。 可外婆却甩了小黄毛, 一人一个巴掌。 你们拉我干嘛? 去救我儿子啊! 你们都比我这个老婆子有劲, 你们去救人啊! 说着, 外婆还把被打猛的黄毛, 往深水区推了一把。 傻站着干嘛? 你们要是见死不救, 到时候进阴曹地府, 会被下油锅的。 浅暗的地方本来就滑, 被外婆这么一推, 两个小黄毛搜一下都滑了, 进了深水区。 一个黄毛很明显不会水, 脚一触不到底, 身子在水里一沉一浮的, 马上就呛了好几口水。 幸好旁边的人眼疾手快拉了一把, 才又回到了潜水区。 一脱险, 那个沙马特小黄毛就黑着脸, 朝着外婆冲了过来。 臭老太婆, 我他妈不会游泳, 我救你奶奶个腿的救。 你想害死我是吧? 刚刚是你说不让人救, 现在发现是你儿子了, 你就要别人拿命去救。 我看你是脱了裤子上吊, 死不要脸的东西。 我非要让你也试试 枪水的滋味不行。 说着, 小黄毛就一副 要把外婆往水里按的架势。 吓得外婆只挖乱叫, 像只猴一样又从水里窜回了岸上。 看黄毛不好惹, 外婆只好找别人去救救救了。 她的眼在岸上扫了一圈。 小的小, 老的老, 稍微年纪合适的, 又骨瘦如柴, 别说救人了, 拉人一把都扎手。 最终, 外婆又将目光放回了李奶奶儿子的身上。 志强, 你会游泳啊, 你快去救救我儿子吧。 李奶奶的儿子我平日都叫他王叔。 若是没记错的话, 上一世最后把舅舅带到岸边的人, 就是王叔。 王叔很会水, 又懂营救的技巧。 上一世在不会游泳的舅舅 把另一个人往水里按时, 也是他及时打晕舅舅化解了危机, 才将人成功带回来了岸上。 可王叔现在显然也生气了。 我这种废物可不敢碰你儿子的大宝马。 这一记回旋标, 呛得外婆脸都紫了。 外婆反应还算快, 转头就逮住了一项心善的李奶奶。 老姐姐, 我刚是昏了头了, 我给你道歉, 还不行吗? 求你让你志强 去救救我儿子吧。 你平常不是人最好了吗? 李浩天也抱住了李奶奶的腿。 求你们了, 救救我爸爸吧。 我错了, 我刚刚不该推你。 得知河里危在旦夕的人是舅舅, 李奶奶没了刚刚的干脆。 她张口询问外婆, 你能保证之后不到我家生事吗? 就是, 不管我儿子今天就没救到你儿子, 你都不能用任何理由来找我家的麻烦。 我对李奶奶忽然这么问感到有些奇怪, 可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外婆便一口答应了李奶奶的要求, 还竖起了三个手指。 我发誓, 我之后绝对不找你家的麻烦。 得到了保证, 李奶奶才对着王叔说, 你去试一试吧。 尽力了, 无论怎样, 我们都问心无愧。 看着王叔跳入水中, 外婆又在岸上遗址气势起来。 你们快点准备点毛巾什么的呀, 待会儿我儿子上岸了, 小心动到他。 外婆显然将目前的情况想得太乐观了。 经过刚刚的拖延, 舅舅的车头已经完全被淹没了, 目前只剩后半个车尾在水面上了。 我在桥上还能透过天窗, 看到舅舅的情况, 水已淹到了他的胸部的位置。 之前下水的中年人也终于突破激流, 成功地游到了舅舅的车边。 但尴尬的是, 这个人并没有带工具。 本来他是先游到车边看情况, 等王书仁找到了合适的工具再送来。 可待他游到了回头一看, 才发觉自己背后没有人了。 两手空空的他, 只好拍到这车窗试图唤醒车里的舅舅。 可能是拍玻璃的声音, 再加上水淹到胸部带来的不是。 舅舅醒了。 我先是看见他的被动了一下, 紧接舅舅猛地从方向盘上抬起了身子。 一清醒舅舅, 就慌张地左右扭头, 像急了成龙在功夫片了离找寻逃路时的样子。 发现身在水里, 舅舅先朝着脸上来了两个大耳瓜子, 似乎是在确认自己是否在做梦。 车外的人一看到舅舅醒了, 立刻扯着嗓子朝着岸上喊。 人没死, 你们快来呀, 要不然来不急了。 带上东西来, 没东西砸玻璃。 岸上的人更多了, 似乎是有人打电话叫了村长来。 在村长的安排下, 岸上又下了两个人到水里, 而之前下水的王叔则游得更快了些。 谁一醒来发现水淹到了胸口, 能不害怕呢? 由于惊慌失措, 舅舅连安全带都没解开, 就试图移动。 结果就是被勒得又弹回到了座椅上。 本来有一会儿车都没再移动了。 我猜测可能是车轮卡在河底的石头上了, 才让车稳定了下来。 但舅舅这一动, 整个车也动了起来, 本来暂停的下沉也继续了。 一解开安全带, 舅舅就疯狂地扣动着车门, 发现自己这边的打不开。 舅舅还没意识到是为什么而打不开, 又游到了另一边再次试图打开车门。 看清舅舅醒来做的这几个动作, 我心里又一块石头落了地。 毕竟上一世为了让我父母赔钱, 舅舅曾言之凿凿地说自己非常懂驾车坠河, 该如何逃生。 在我父母反驳外婆逃生不是打开车门那么容易时, 舅舅还卖弄起穴时。 等车厢被水灌满, 车内外水压一致, 车门不就是随便开了吗? 而且这时候逃生也不会对车造成其他的损害。 说实话, 要不是你女儿飞砸了车窗, 我一定会等到车厢水满再逃, 因为我根本不屑于用钻车窗那么低级的逃生方式。 虽然舅舅这话说的跟脑子被门挤了没什么区别, 但这段话里也表露出一个重点, 就是舅舅可能是懂该如何逃生的。 但眼下看舅舅慌忙地开着车门, 那就说明, 舅舅根本就不知道, 车门是受到了水压影响而打不开。 那就能推理出上一世他说那些话, 都是在上岸后恶补了逃生知识后才临时编的马后炮。 我心里正吐槽着, 舅舅又在试图用按钮调下车窗了。 车辆一旦进水, 车窗和天窗都会因断电而无法使用了。 发现车窗也调不下后, 舅舅脸上是肉眼可见的慌乱。 他只得来回地拍着玻璃试图对车窗外的人说话。 发现那人听不清, 舅舅忽然抬头看向了天窗。 一直通过天窗观察舅舅的我连嘴角都没来得及下压, 就这么水灵灵地跟他对视上了。 舅舅看见了我, 马上将脸贴在了天窗上。 他伸着手指, 对着我指指点点地似乎在表达些什么。 我不解。 舅舅又将手握成拳头, 往天窗上一砸一砸, 嘴形似乎在说着石头。 我瞬间了然, 他都告诉我他出石头了。 那我肯定不能出茧子啊。 我伸出了两个布, 对着舅舅摆了摆手。 嘿嘿。 两个布, 包你死。 男人真是致死是少年, 都什么时候了, 还要跟我玩石头剪刀布。 不过, 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王叔果然比常人要快, 眨眼间他就游到了车边, 手里还抓着一块不小的石头。 若是让他这一石头下去砸碎了车窗, 说不定舅舅就有活路了。 但作为一个回来复仇的人,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舅舅被救呢? 我装作忽然理解了舅舅的意思, 从桥上捡了起了块石头, 就朝着河里砸了过去。 当然砸偏了。 没碰到车一点, 还吓了王叔一跳, 把他吓得差点手把石头扔到河里去。 看见这一幕, 舅舅在车里对着我无能狂怒。 我看着他一张一盒的小嘴, 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他在骂我什么了。 无非是。 你是猪脑子啊? 还是手有毛病啊?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扔个石头都扔不准。 我会这么清楚, 是因为上一世舅舅看到我杂片后, 就是这么骂我的。 你记住, 当有人说你手问题时, 你最好就做些手真有问题的事儿, 给他看看。 我装作抱歉, 又捡起好几个石头朝着河里砸去。 不过这次比上次好多了, 稍微擦着点车玻璃了。 但我用的力量很小, 挑选的石头也小, 根本没对玻璃造成任何损伤。 舅舅对不起, 这一块玻璃就要一万了。 实在太宝贵了, 我真是舍不得砸。 而且玻璃的命也是命啊。 但此刻还是有人想救舅舅的命。 在水的起伏中, 王叔一稳住身子, 就拿着石头对着唯一 还露在水面的车后尾窗砸了过去。 幸好的是, 一个波涛过去, 王叔也砸偏了。 这一下, 给后车厢上砸出了一个 比我上一世大三倍的坑。 我不由担忧起来, 若是舅舅活下来, 那他敲诈的对象 很有可能会变成王叔一家。 这样的话, 就更不能让舅舅活下来了。 接下来, 我装作更加努力砸窗, 甚至努力到探出了几乎大半个身子在桥外。 由于扔石头也要用力, 我马上重心不稳, 来回晃了好几下, 一副快要从桥上坠河的样子。 见此, 车边的两个人都顾不上车了, 都喊叫着警告我, 岸边的人也发出了惊呼。 回去啊, 快回去, 回桥上, 可我不能回去了。 从重生那一刻我就下定了决心, 绝不能让舅舅活着离开他的车。 我既然重生归来, 就不是来尊重他人命运的, 不看着所有仇人消失, 我都对不起上天给了我重生的机会。 所以, 此刻为了不让王叔救舅舅, 那我就得让他救其他人了, 比如说, 救我。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我从桥上坠落了。 下坠时, 我在车窗最后的缝隙中, 看到了舅舅近乎绝望的脸。 他用尽了所有在车内能找到的东西, 试图砸碎车窗。 可车窗依然坚挺在哪里? 我猜车窗可能是知道了, 自己如此低端的逃生方式, 根本配不上舅舅这么高端的人吧。 在车厢内涌入的河水, 吞没舅舅头部的同时, 我也落入了汹涌的河水中。 普通一声水花四溅后, 一路头我便尖叫着挣扎起来, 一副完全不会水的样子。 喊了几嗓子后, 我顺势装作枪水昏迷, 手脚都不再动弹, 任由身体随着河流飘走。 水势之下, 转眼间我就飘出了鸡米远。 在看舅舅的车, 也已经沉得只剩车顶还在水面上了。 面对两个性命攸关的营救对象, 王叔和那个好心人需要做出选择了。 就从难易程度上来说, 一个是需要费尽功夫还不一定能救出的人, 一个是只要由过去就能救的人。 该选择谁已经是显而易见了。 再从本质上来说, 一个是为了救人才坠合的好孩子, 一个是醉酒驾车坠合的中年巨婴。 你会救谁呢? 结果没有出乎任何意料, 王叔和好心人都朝着我的方向游了过来。 我虽装作昏迷, 但依旧保持警戒, 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瞧上我刚刚站的位置, 跑来了一群村民。 上一世, 看到我丢石头, 也有村民跑过来想帮忙一起砸车窗。 不过老年人腿脚慢, 等他们跑过来时, 我已将车窗砸碎, 不需要他们帮忙了。 如今的情况也和上一世差不多, 他们依旧帮不上什么忙了。 舅舅的车只剩车顶在水面上, 车顶是铁皮, 他们再多人能砸车, 也都于事无补了。 但奇怪的是, 我还是听到了石头落水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村民的叫喊。 人杰他娘, 车顶砸不开的, 别砸了, 小心再砸到河里的人了。 我瞬间了然, 原来是外婆在砸车, 忽然桥上传来几声更大的惊呼, 快拦住他, 他不是在砸车, 他是在砸人。 我靠, 你想砸死你外孙, 话还没听完, 我的耳边近在咫尺的地方, 传来了石头落水的巨响。 这声音太近了, 我不敢再装昏了, 赶忙睁开了眼睛。 一睁眼, 我就瞳孔紧缩, 遍体声寒。 因为一块巨大的石头, 正直直朝着我的脸部袭来。 我以此声最快的速度游到了一边, 才看看躲开了那块石头。 可这猝不及防的惊吓, 还是扰乱了我阵脚, 害得我真的呛了水, 在水里面目猙獰地咳了起来。 随着肺部痛苦涌起, 一起而来的还有愤恨。 千算万算, 我没都没算到, 这老太婆竟然会丢石头砸我。 见我躲开了, 外婆在桥上大喊, 你们看看, 这死丫头根本就没婚。 她都是装的, 她都能躲开我扔的石头, 她根本就没事。 你们都别去救她了, 快回去救我儿子。 好心人大吼回应外婆, 你个疯婆子, 什么装婚啊? 这还不是被你的石头给炸醒的。 王叔则继续埋头, 朝着我的方向游。 真真别怕, 王叔马上来。 见二人不改变方向, 外婆更疯了, 这次她直接朝着王叔身上丢了一块石头。 王叔游得认真, 听到我们的喊叫声再去躲石已有些晚了, 石头划过了她的背部,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外婆还对着王叔威胁道, 你再赶往那边游一下, 我今天就砸死你。 不想死的, 就快退回去救。 这次外婆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背后冲出来的李奶奶揪着头发, 扯回了桥上。 我儿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居然敢拿石头砸她。 看我不删烂你的脸, 数数你到底几张脸皮。 在啪啪的巴掌声中, 被暗倒在地的外婆 终于无暇在作乱了。 我被王叔救回岸上后, 不到五分钟, 村长派下水的那两个人也回来了。 虽然他们成功带着工具游到舅舅车边, 但那时车已完全沉入水中了。 他们只能潜入水中尝试砸碎车窗和打开车门。 但水中, 视线阻碍和水流的影响更大。 那两个人下潜好几次也没能成功打开车门, 还险些被激流冲走。 在对抗下, 体力耗尽的二人, 最后还是被赶来的消防员就回到岸上了。 外婆看得他们不仅无功而返, 还耽误了消防员搭救舅舅, 气急之下, 冲到了那二人身上就是一通抓闹。 去死, 去死, 没用的东西, 救不到人, 你干嘛要下水啊? 刚死李逃生, 就被外婆辱骂殴打, 谁能不恼火呢? 一个人用蛮力直接把外婆甩在了地上。 我为什么下去? 还不是你求老子去的。 为了救你儿子, 老子差点把命赔进去。 你还敢对我动手? 信不信我呼死你? 外婆已经被打怕了, 刚刚年近七十的李奶奶都将她打得头发凌乱, 嘴角流血。 如今一看见男人也要动手, 他马上就连滚带爬地跑到了警察身后寻求庇护。 哎呀, 要打死人了? 警察同志救命啊! 警察们象征性地阻拦了一下, 他们大部分精力目前还集中在如何打捞落水车上。 在警察、交通管制以及消防队的多方协作下, 舅舅的车在落水半个小时后, 被打捞回了岸上。 一看见宝马车出水, 外婆就飞扑到了宝马车上, 一顿哭天腔地。 好几个警察拉开了外婆, 才让消防员们得以动手打开车门。 车门一开, 舅舅便和河水一起涌了出来。 河水顺着岸边的石头, 又爬回了河里。 舅舅却面朝下趴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宛若岸边的石头。 周围的村民们看着这一幕都面色凝重。 舅舅虽算不上什么好人, 但一条生命的失去, 总是让人动容。 亲眼看到舅舅的尸身, 外婆不再挣扎了。 她像是被瞬间抽走了骨头一般, 一下子就从警察手里滑落在了地上。 她嘴巴大张着, 没发出一点声音。 她只是呆坐在地上, 双眼发直地看着不远处的舅舅。 与外婆的镜相反的是, 舅舅的儿子李浩天 飞快地冲过了警戒线, 一下子扑在了尸身上。 爸爸, 你醒醒, 爸爸, 你别死啊。 听着孙子的哭叫声, 外婆又活了过来。 她快步走到了舅舅的尸身的前, 一把拽住了李浩天。 这不是你爸爸? 你爸爸还没回来呢? 不准哭, 不准叫。 你爸爸没死。 说着, 外婆还把李浩天 从舅舅的身上揪了下来。 回家, 跟我回家。 等晚上你爸爸就回来了。 见此场面, 匆匆赶回地 我妈上去拉住了外婆。 妈, 弟弟已经走了。 你别这样。 外婆却双眼星红地瞪着我妈。 闭上你的臭嘴, 你再多说你一个字, 我今天就先弄死你。 说到弄死, 外婆想起了我, 她的头在人群中左右转动起来。 王珍珍那个小贱种呢? 她藏哪了? 刚刚村民们都目睹了 外婆拿石头砸我, 现在再听到外婆要找我,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往我身前移动, 试图把我藏得更严实些。 见凶狠的语气换不出来我, 外婆换了个温柔的腔调。 小珍珍, 你躲到哪里了? 出来呀。 你刚刚掉河里, 身上冷不冷呀? 你听外婆说呀。 外婆其实不是故意砸你的, 可在温柔的声音都掩盖不了一出的恶意。 外婆这样叫我, 让我想起了恐怖片里的鬼, 他们假装成孩子亲人的时, 也是用这样的语气骗孩子出来杀掉的。 等等, 鬼装亲人。 忽然我记上心头, 有了一个让外婆无暇再纠缠我的办法。 我爸受不了外婆再这么叫我了, 他拦在了外婆前面。 你叫珍珍干嘛? 人节开车坠河的事情, 跟珍珍有关系吗? 连警察都说了是酒驾害了他。 外婆却一个劲地摇着头, 不是酒驾, 不是酒驾害了他, 就是你女儿害了他。 外婆刚喊完, 人群中就传来了尖叫声。 珍珍, 珍珍, 你怎么了? 快来呀, 珍珍爸妈, 这孩子吐白沫了。 医生, 医生快来呀。 村民们在我前面 让出了一条 给医生通过的路, 这下外婆也总算找到我了。 见我躺在地上, 嘴里吐着沫子, 浑身不停抽搐, 头还在地上扭来扭去。 外婆捧腹大笑, 好啊好啊, 遭报应了吧? 你害了自己亲舅舅, 上天就该降到雷, 把你劈死才对。 喊完, 外婆张开双臂, 拦住了要过来查看我情况的医生。 与此同时, 我忽然停止了抽搐, 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宛若死尸般, 一动也不动了。 有时候, 镜底洞更吓人, 周围人又是一阵尖叫。 有个村民甚至靠近我, 伸出手指要来探我的鼻息。 在他把手指放到我鼻子之前, 我闭着眼睛忽然又坐了起来。 这一下, 把探鼻息的人都吓得蹦出了三米远。 我爸妈跑了过来, 蹲在地上要把我往怀里搂。 珍珍, 你别吓爸爸妈妈呀。 这是怎么了? 这接二连三的冲击, 让村里人纷纷议论起来。 这看样子像是那个了呀。 这河里就是不干净, 许是下去一趟, 被什么给缠上了。 在议论声中, 我缓缓睁地开了双眼, 用一种古怪的眼神 扫过了人群中的每一个人。 一边看, 我一边嘴巴一张一盒地嘟囔着。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蓝衣服的老太婆在哪里? 蓝衣服的老太婆在哪里? 为了听清我在说什么, 爸爸把耳朵都贴到了我脸侧。 宝贝, 你说在大声点, 爸爸不是很能听得清啊。 什么蓝衣服的老太婆? 借此机会, 我像刚认出爸爸是谁一样, 一把抓住了爸爸的胳膊。 姐夫, 你要替我报仇啊? 是一个蓝衣服的老太婆 害我淹死的。 听我讲完, 爸爸正住了。 我手都能赶到, 她的胳膊上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 周围的人好奇地问, 珍珍她爸, 珍珍说什么了? 我爸犹豫地看向众人。 不知道为什么, 珍珍她忽然叫我姐夫, 还说是一个什么蓝衣服老太婆突然窜到车前面, 才害她开车掉进河里了。 村民们瞪大了双眼。 啊, 叫你姐夫? 这不会是仁杰上了珍珍的身吧? 有几个平常就相信神鬼的人, 立马与我搭话。 仁杰, 你再说清楚点, 是在哪遇见的老太太呀? 我们马上去给你去查。 对对对, 你还有什么话都说了吧? 说完就安心地走吧。 珍珍小, 经不住你这么折腾。 这次我不单独对着爸爸说了, 我对着众人用装出的雄浑男生大声喊道。 中午一点村口大路上, 一个穿蓝色上衣的老太婆, 闻声, 村长吩咐下属。 快快快, 快把下午村口的监控调出来。 目睹这一切的外婆, 惊讶到不知何时已经松开了一声。 你真是仁杰吗? 我的儿啊, 你命好苦啊。 什么蓝衣服老太婆呀? 你告诉妈, 她长什么样子, 妈去杀了她去。 我抱住外婆。 妈, 我好冷啊。 河里的水好冷。 妈, 我等了那么久, 为什么没人来救我呢? 外婆把我抱得更紧了。 可怜的孩子, 妈给暖暖。 妈也恨死了, 都是这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见死不救。 儿子, 你要是能回来, 就把他们全弄死吧。 他们都该死。 外婆不是说说而已。 她还真的抱起了今天在河边聚集那些人的名字。 王叔和李奶奶, 要按他下水的好心人, 等等都赫然在列。 这下惹重怒了。 老东西, 你疯了吧? 明明是你自己不让我们救的, 你还诅咒我们下去救人的人被淹死呢。 对, 人杰, 是你妈不让我们救你。 你可千万别寻错愁了。 听见这话, 我推开了外婆, 将脸对着那些村民做出最凶狠的表情。 你们胡说, 我妈怎么会害我呢? 转头我对着外婆说, 妈,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找这些害死我的人的。 话还没说完, 我的眼神停留在了外婆上半身。 等等, 妈, 你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 原来那件被弄脏成棕色的外衫, 因为外婆跳进水里的那一通折腾, 此刻又显现出了原本的蓝色。 听见我这么问, 外婆也疑惑地低下头朝自己身上看去。 只一眼, 她马上就惊慌地抬起了头。 而我却还是死死地盯着衣服, 嘴里机械地问着, 妈, 你身上这件衣服是什么颜色? 妈, 你身上这件衣服是什么颜色? 妈, 你身上这件衣服是什么颜色? 每问一次, 外婆的身子就往后多到一分。 随着脸上的惊恐越来越浓, 外婆干枯的双唇颤抖起来。 二, 见外婆的喉咙里半天只坠出来了一个R字, 我妈一脸疑惑地说, 这衣服不就蓝色吗? 为什么要问这么多遍呢? 珍珍, 这衣服不还是你跟我一起去给外婆挑的吗? 村民们也回忆起来了, 下午人节她妈是不是说自己差点被车撞到啊? 众人正回忆着, 村长的下属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村长, 我刚刚要把监控片段发给你, 结果不小心发村群里了, 没法撤回了, 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声, 千万别乱传啊。 文讯大家立刻都打开了手机, 一点开始视频, 村里每个人脸上都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惊。 监控上, 舅舅开着宝马车经过村口路段时, 路中央正有一个老太太煮着拐缓慢地走着, 遇见行人舅舅没有减速, 只是鸣笛示意。 老太太听到喇叭声后也走到路边, 让路给舅舅通行。 可就在舅舅开车要经过老太太身侧时, 老太太却忽然左右摇晃了几下, 然后就丝滑地倒在了舅舅车前。 见老太太在路上睡下了, 舅舅紧急打弯躲避, 但车轮胎还是朝着老太太的头冲了过去。 老太太伸手矫健地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躲开了车。 可车却因转向过渡, 又朝着墙撞了过去。 为了不撞墙, 宝马车再度急转弯, 转回了大路上。 可到了路上, 车主显然已经对车失控了, 在路上他行行驶了一段距离后, 最终冲下了河堤。 而外婆则在滚了几圈后, 又站了起来, 还追了车一段路。 发现追不上后, 外婆骂骂咧咧地转身捡起了拐杂。 接下来的事情, 在场的村民就都知道了。 视频看完, 每个人的神情都变得极其复杂, 唏嘘, 诧异, 愤怒, 可惜等表情在这一刻汇集起了。 村长面对着婆, 嘴里一个挨字, 接着一个挨字往外蹦。 爱, 爱, 你怎么, 爱。 所有人都好像不知道说什么了。 但村群里不在场的人们倒是对着视频讨论起来了。 这碰瓷视频怎么这么像我们村口啊? 不会是咱村的郭老太又开始碰瓷了吧? 这宝马车主就上来了吗? 人没事吧? 从村群的聊天记录中, 我才知道了为什么李奶奶会多问那一句话来。 原来这都是因为我外婆是一位碰瓷高手。 雪天路滑摔倒, 水扶她起来, 每个五千块别想走。 夏天中暑晕倒, 水给她一瓶货香挣汽水, 就得再赔她三千块喝坏肚子的医药费。 不过据村群里说, 这些对于外婆来说都算小打小闹了。 以前外婆都是碰瓷豪车, 车前一倒, 江车逼停。 在上阵母子兵, 也就是让我的舅舅带着社会上的兄弟出来说, 亲眼看到车撞了人。 他们说, 那几年仅靠碰瓷, 舅舅挣了就有二十几万。 这也解开了我另一个疑问。 怪不得舅舅上一世那么会碰瓷呢? 原来他和外婆之前已经配合过那么多次了。 至于我会为何一点都不知道, 是因为自我记事起, 舅舅和外婆就被迫停止碰瓷了。 第一是因为他们在附近频繁下手, 导致周边交通事故增多, 引起了警察的注意被拘留警告了。 第二则是常在河边走, 那有不识邪的。 天天假装被车撞, 有一天外婆就真被撞了。 那辆车没看见车前的外婆, 开着车从外婆脚上压过去了。 得亏是外婆反应快才只压断了脚, 要不然有可能命将也搭进去了。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舅舅和外婆才被迫转了行。 外婆断脚那次之后, 我妈也才知道了外婆究竟在做什么。 为了让外婆不再做下去, 妈出钱给外婆找最好的医生治了脚伤, 还从那以后每月给外婆转六千的生活费。 所以,此刻反应最大的也是我妈。 她怕跪在外婆面前, 眼泪像玉珠一样大滴大滴地从眼角滚落。 妈,你不是答应我, 不会再这样做了吗? 我每个月都给你准时转钱了呀。 你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呀? 我也好奇, 为什么外婆会忽然重操就业了? 但我并不能问, 我隐约地觉着, 这个事情可能跟舅舅有关。 村民们也忍不住张口。 郭大娘, 你女儿这么孝顺, 你平常更是吃喝不愁的, 你干嘛要这样做呀? 你要是缺钱有事儿了, 你跟村里人说也行啊, 大家邻里间都能帮你一把, 你何必要这样呢? 在不停地追问下, 外婆伸出手臂拉住了母亲的手, 轻轻地开口说, 闺女, 你弟弟说他想买辆新车。 听到这个答案的我心底一颤, 这难道就是真正的罐子如沙子吗? 为了给儿子买车, 所以碰此阴差阳错地 害了自己的儿子。 听到这个答案, 我妈哭得更淒厉了。 妈, 你糊涂啊, 见我妈一直哭, 外婆不耐地站了起来。 你哭什么哭啊? 你弟弟要买车, 你光哭是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是翅膀硬了, 跟你弟弟杠上了, 每个月就打刚好够生活的钱回来。 你有没有想过, 你弟弟他是个男人啊? 他开那破货车子, 面子上怎么过得去啊? 外婆不顾我妈脸上露出的迷茫神情, 自顾自地说着, 就因为你不出钱给你弟弟买车, 他都闹情绪了, 到这个点了, 还没回家来。 说着外婆还朝着村口的地方望了望, 望的过程中, 外婆像才发现围观的人一样。 见人这么多, 外婆转过头来, 拉着我母亲说, 快起来! 别在这里哭了, 家丑不可外扬, 你在这里哭, 大家看着丢的是你弟弟的脸。 看到外婆言辞疯癫, 我妈哭得几乎要昏死过去, 我爸赶忙上去抱住了她。 外婆则一转头, 嘴里又叫起了李浩天, 乖孙, 别玩了, 跟奶奶回家吃饭了, 等你爸回来, 见你不吃饭在外面玩, 又要骂你了。 村民们默默给外婆让出了一条道, 虽然外婆几乎坏事做尽, 但她今天因自作孽而痛失了亲子, 村里人倒没法子再评判些什么了。 好像可怜, 但可恨也是真的, 所以他们都默契地保持了沉默, 什么也不说了。 可孩子的反应往往是最单纯的, 恨就是恨, 爱就是爱。 李浩天拒绝了外婆的触碰, 别碰我, 你害了爸爸, 我不要你了, 你是一个坏奶奶。 外婆却不什么也不管, 擒住了李浩天的胳膊, 就往家的方向走。 李浩天如今八九岁, 个头也不算小了, 他稍作折腾, 便正开了外婆。 坏人, 你别碰我, 你是一个杀人犯, 你把爸爸还给我。 李浩天正脱后, 举起拳头, 就一下下砸在了外婆身上。 外婆被捶得一下下往后推, 但他却一下也不躲, 只是地盯着自己空荡荡地掌心出神。 好半赏他嘴里才掉出了句, 没了, 什么都没了。 说完这句话, 外婆转身就朝着村口走去。 见势头不对, 我爸妈上去拦住了外婆。 可拦得了一日, 拦不了千日, 外婆最后还是走了。 之后在舅舅的丧礼上, 人多一时没看住, 外婆又不见了。 爸妈在村里找了一圈, 最终是警察打电话通知我们。 外婆在附近公路上被车撞了, 送到医院救治无效身亡了。 横死不能停尸太久, 所以外婆在车祸第二天就得下葬了。 这也导致了修复时间, 不足以将外婆的尸身复原。 最终外婆是在半压缩的形态下的葬。 两场葬礼上收的礼金, 爸妈都赔给那位撞到外婆的司机 做精神损失费了。 也是在外婆的葬礼上, 舅舅的儿子李浩天 则被他的亲生母亲带走了。 那位女士当年因家暴跟舅舅离了婚, 想要孩子抚养权, 却被舅舅和外婆威胁, 连平日来探望孩子都不敢。 如今, 外婆和舅舅都走了, 她也总算能再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在她的教导下, 一年后, 李浩天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再也不似在外婆身边时那般野蛮无礼了。 对了, 也不能叫李浩天了, 她改名跟了母姓, 改叫陈新生了。 外婆捧在手里的香火金孙, 从此之后算是彻底跟她没关系了。 不过外婆和舅舅去世还是留下了一些遗产的, 农村老宅一栋和现金五万元。 我父母本想将钱给陈新生以后上学用, 但新生的母亲不想要这些敲诈的钱, 也不想跟舅舅一家再有任何瓜葛。 虽然舅舅也欠我爸妈的钱, 但父母还是将那些现金捐给了慈善机构。 至于那栋农村老宅, 我妈打算卖掉。 因为以前在哪里跟舅舅和外婆一起生活时, 她没有留下一丝快乐的记忆, 只记得在屋子里每个角落里自己都好像挨过打。 所以, 我妈一见着到宅子, 就只有心烦。 可我妈还没来及卖掉那栋宅子, 令人惊讶的事情便发生了。 村子部分地区被纳入了规划, 要进行拆迁, 而外婆留下的那栋老宅就刚刚好在其中。 据可靠消息说, 拆迁下来的补偿款绝不会低于二百万。 要知道, 外婆拿命陪着舅舅碰瓷那么多次, 也才挣了二十万。 村民都唏嘘不已。 人杰和他娘但凡多等半年呢。 这二百万不够他们花一辈子了。 说白了, 就是报应。 他俩为了钱坏事做尽, 但凡一个有点善念, 都不至于死。 这下那套老宅子, 终于给我妈制造了一些快乐的记忆了。 二百万多万的赔偿款, 爸妈又添了些钱, 给我们家换了套新的大平层。 房子南北通透, 地理位置优越, 旁边就是公园, 我爸妈每晚都会去旁边的公园遛狗散步。 我就有点痛苦了, 这小区旁边是本事最好初衷, 我的学历压力大了可不是一星半点。 不过书该读还是得读。 毕竟书读得太少的话, 就有可能像舅舅一样连灾难来临时该怎么逃都不知道。 所以说, 读书真的可以改变命运。 明天, 我一定要把书读了, 今晚就先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